繼續來看的是這個台北的帝王 這是台北市地政局 今天的公告 明年一百公里 年度的這個公告 土地現代 想讓人注意的 就是台北市的帝王的補助 由這個星光摩天大樓 第十五次來連任 台北市的帝王 近來前後的台北車 暫街頭 明年一百公里 都在帝王 也是星光三月 摩天大樓 土地現代 台北現代表四百三十八萬兩千空八十三塊 比一百空一年來比 起九點四九% 連三十五年都是帝王 在後面的省議區 台北101大樓 公告土地現代 台北四百二十九萬四千兩百十五塊 加九年來比 起後四十五點空六% 上漲幅度這麼快呢 因為它是屬於我們松山二級的勢力重劃區 所以所有的機能最近發展得非常的快 另外 土地區區大地區最關的地區 是邀請愛路三大 建國南路 和京南路一大幅化飯店一台 大體今年地名的彩虹大樓 聽眾土地區最關地區保守 每天土地公告現代是二百三十九萬 六千六百四十九塊 所有建設公司豪宅作品的那個建築用地 所以當地的地價仁愛路三段的林蔭大道 沿線的土地 也跟著水漲船高 由原本的五百萬 現在已經漲到將近八百萬左右 台北市地震就表示 雖然土地介紹一直創下生館 但是布董山新高檔 就是收到車稅稅時 後面最新問題 加貸款利率調升店應用 布董山到一定有減少儲稅 檢查好多差不多是二十九趴 記者總結束 等